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來這邊就是看一下一個台灣醫生的收藏 他收了非常多台灣過去的野史的文件 從日劇時期到國民黨來台之後都有 我會對他非常感興趣 是因為我之前做了一系列文輝的作品 這些符號其實都影響到我製作文輝的時候的一些來源 所以這個地方對我來講是一個蠻像一個圖書館 我的作品的敘事性會去挖掘譬如說這個集體的一些經驗 然後這個集體的經驗當然就會有一個時代的敘事 我叫老家人 我在台灣出生 2000年之後在歐洲大概10年 我10年回到台灣 我通常都是以觀念性的計畫作為基礎 越來越多是用影片做 但是也包含其他的像素描、裝置 做這個決定回到台北 是在09年的時候 發現有些東西必須在這邊做 他必須是以一個有在地經驗 以你的身份才有那個資格去講 人家說是住在市政中心、政治中心 就看到非常多政治事件 所以那個算是一個比較大的跨越 建設這件作品是我在12年做文會時候開始在構思 這邊是建設時期政治受難者的一些墓園 2000年之後才被別人發現 拍這部建設計畫的時候 這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歷史背景和一個地點 拍的時候我會做到蔣中正經驗堂 跟這個事件有關係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很特別的點 每次坐計程車的時候 因為你去的地點 那計程車可能就會跟你聊那個地點 他們是會去談他們 怎麼被這個政治、歷史影響 最後選的這支五支影片 其實都是跟冷戰和洗腦 還有之間的種族對立 還有它的歷史觀有關係 我小時候唱的是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河山 他媽我一唱他媽的懂事 他一聽就笑了 好啦好啦好啦 快去快去 訂餐廳訂餐廳 既然這司機他們的經驗是真實的 既然這司機他們的經驗是真實的 每個既然這司機的觀看歷史的角度都會很不一樣 但到最後會有一個共用性 就是在於說他們的記憶被冷戰 喚起 因為這些地點關係 冷戰其實還沒有結束 還存在在這個集體社會中 只是說這個集體的經驗 所以很沒有被寫文出來 在這支影片的外面 會有一個裝置 一個像是拼布的東西 基本上是一種 我以前做文匯一種延續 講一下我們要去的永樂市場好了 永樂市場其實是早期 就是台北一個老城的一個布市 我做那支品 就想要來這邊挑一些布樣 我在選擇的時候 就會挑一些具有一些象徵的意義 像西裝布 因為台灣早期 大概是從日劇時代之後 很多人都穿西裝 所以那是一種現代化的象徵 這個也跟你的那個就是 會 會有 會有 會有一些直接的關係 他們都是中國圖騰 中國圖騰 這個是日本花 對對對 這個也是比較傳統 這個也是比較傳統 找來當地的布 或是進口的布 拼接在不同文匯象徵的 符號的位置 讓它變成有三個層次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對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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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台北是一個讓我又恨又愛的地方 因為這邊有我關心的素材 但是這些素材其實有時候滿殘酷的 同時活在痛苦中 同時你又可以發覺 當創作者想要做的主題 好 明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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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